車車行駛在馬路上 仔細看怎麼兩個後輪 都被拖掉車輔助輪扣住 還在大街上爬爬躁 讓民眾驚呆直呼什麼情況 難道這樣就可以不用叫罰單嗎 會不會是因為 已經上去那個 他已經鑑好了 然後他就 跑掉 對 自己跑掉 因為有輔助輪在上面 如果那個沒有綁好拖掉 輔助輪掉就會砸到別人 閃到遠一點報警處理 轎車裝上輔助輪 只靠前輪驅動 還開在大馬路上 民眾捕捉的這一幕 就在台中西屯區文新路三段 扣住輔助輪的車輛 到底從何而來 該車後輪加裝輔助輪 影響煞車有效使用 恐有違反交通道路 將管理處罰條例 儲新台幣18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發還 通常車輛在拖掉過程中 才有機會加裝輔助輪 看在拖掉車業者嚴厲 實務經驗上 通常會將輔助輪 扣車前輪比較多 後輪的情況相對較少 駕輔助輪的情況 有可能就是 比如說後輪鎖死啊 而且那種輔助輪 只能拖短距離 如果遇到一些坑洞啊 或者是窟窿 它的輔助輪會噴掉 警察該輛紅色轎車 並沒有拖掉入場記錄 交通局也表示 並無違規拖掉記錄 轎車為何會扣住後輪 連大街行事還要釐清 但可以確定的是 後輪安裝輔助輪行事 已經違規 3D新聞 超身上邱道雲 台中報導